曹操千里救驾 给皇帝献上了一宝 阿姓 这是何物啊 请陛下一猜 流邪首先想到的就是玉玺 玛瑙和琥珀 却都被曹操给否决了 他实在猜不出这盒子里 到底是什么宝贝 请陛下揭盖 陛下 这是刚刚烹熟的鸡汤啊 饥寒交迫的流邪 瞬间感觉从没有过的暖意 还是曹操最明白 眼前的鸡汤 可比那些珍宝石灰的多 留邪再也顾不得许多 一勺一勺的喝了起来 内心倍感满足 随着曹操大手一挥 一桶桶肉食 一个个大白馒头 成了大臣们心中最好的东西 在此之前 汉献帝回到洛阳皇宫的衣食 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块块断瓦残横 众人又累又饿 纷纷倒地歇息 此时留邪的肚子 也不争气地发生了抗议 跟随的董城拿出了 仅有的一块烧饼递了过去 留邪也不管什么吃相了 拿起来就连干几大口 却又被噎得不行 一群大臣眼巴巴地看着 大家此时都已经饥渴难耐 希望皇帝陛下 能给他们带来曙光 留邪还在庆幸 终于逃脱了长安的束缚 不想这个时候有人来报 城东出现了大队的兵马 留邪一下子慌了神 这可怎么是好 打死他都不愿意再回到 长安那个鬼地方去了 大臣们惊慌失措 场面一片哀嚎之声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原来是救兵到了 以董城为首的大臣 非常肯定地认为是袁绍来了 因为只有他离此地最近 却没想到事情会一波三折 来的人居然是最远的曹操 董城的意思 就是希望皇帝能够认清形势 带那曹操来了 一定要好好地夸奖一番 此时的曹操已经到了内城之外 依照大汉律力 外臣竟见天子都需要见面里 可他来时走得匆忙 什么都没有准备 巡御却不慌不忙地答道 此时此刻天子和百官 肯定是饥寒交迫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只是一碗热汤 一口面饼而已 所以曹操走入内宫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恭恭敬敬地行参拜大礼 臣 眼周刺史曹操 叩见吾皇 他曹操这一辈子行的礼 也没有今日的多 按照规矩 三拜九寇之后 曹操终于来到了境前 送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那碗肉汤 而且 这是何物啊 陛下 这是刚刚烹熟的鸡汤啊 可以说这是刘邪这辈子喝到的最好的鸡汤啊 随后 曹操就带着修整完毕的天子与百官检阅他的军队 因为洛阳已经焚毁 而他曹操的地盘却远在眼周 想要携天子以令诸侯 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迁都了 解释了